据邮报报道,世界杯结束后,英超联赛不会采用国际足联关于比赛补食的最新规则 邮报获悉,许多球证对卡塔尔世界杯上超场补食感到震惊 他们已经就是否会被要求在本国的联赛中做出同样的要求提出质疑 FIFA明确表示,球证们必须在每半场结束时加上所有不自然的损失时间 这就导致了比赛一场漫场 英格兰战胜伊朗的比赛迟续了117分钟 而前四天世界杯的平均比赛时间为102分钟42秒 比本赛季英超联赛平均时间长了4分钟 在与国内球证的谈话中 PMO,英格兰职业赛事球证公司向他们保证 他们不会被要求这样做 而是被要求鼓励球员继续比赛 并推迟重新开始计时 直到比赛停止后开始 英超联赛的做法将受到球员们的欢迎 他们对长时间比赛导致的伤病和疲劳增加表示担忧 国际球员工会也在关注这一情况